刚才想习惯性的叫网约车滴滴 发现已经停止服务了 现在去马路上看一下 风风雨晴 才能不能叫到一辆 这个车唯一的优点就是 是一个长红车冲锋透析 再见 我现在位置在机场外面 然后这边的公共汽车全部停掉了 我刚刚叫到一辆出租车 我叫王盛宇 是一名人民海军荣媒体记者 今天休假回家陪父母过年 因为两年过年没回家了 平时这个地方人应该是超多的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 因为疫情扩散的原因 武汉封城 但是一个消息 让我看到了希望 在大年32的晚上 我的战友们从军机直达武汉支援防疫 而刚好在本地休假的我 也接到了紧急通知 马上奔赴汉口医院 随海军军医大学 前来的这个医疗队 一起进行跟踪报道 经过防护培训 家伙们全面整住到汉口医院 开始接诊病人 我这个还不算是最终止的防护 就已经穿上这么拥重了 现在我要进入ICU的服饭区了 你们赶紧出去睡觉 拜拜 这盲牌我 现在就是盲牌 你应该等一会儿再进一个 看到战友们的忙碌 我决定不打扰他们 让他们专心的救治病人 我现在脸部已经没有知觉了 特别胀 特别酸 您进去什么感觉 我不敢呼吸 我每天我都看他 我都流泪了 知道吗 我流泪我非常感动 是的 太伟大了 惊喜 这位忙前忙后 帮别人穿防护服的人 是海军医疗队里面 一名普通的队员 我在那边写哪个停 清水停的停 周停 这根本今天都是我的自己 90后的他 有着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该有的照气 身边的队员 好像也被他活泼犀利的画风 给感染了 好了 我的丑子终于到处照相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个明星般的名字 我叫李晨 带这个论夫录来的吗 没有 赛夫论是不是 一般结束了会 给你爸妈打电话吗 我会给他们发个消息 我妈妈问我有没有来吗 有没有去武汉吗 我说我没有来呀 我妈说你真的没有来吗 我说我没有来呀 我妈说你应该是说去 而不是应该说来 你肯定去了 我说我没有 我就在上海被割离了 因为我寄出了一个病人 我妈她们拍了小视频发去 没有 但是我没有回她 我妈说照你平时的话 你肯定就一个视频发过来了 但是你没有发视频 你肯定有什么事情来的了 我说你是福尔摩斯 因为我妈她们经历过非典了 我妈也是医护人了 只要下的任务 你必须要去 但是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你给我说了实话 你去了就去了 你保护好自己 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才还一副女汉子状态的她 说着说着 眼睛里却泛起了泪花 但是平安回去的 他们肯定有会是觉得我 不能说得很了不起吧 肯定会说说我参加了这次 他们也会觉得 我曾参加过 参加过了之后 我能平平安回去的话 他们也会很高兴 然后也会觉得很自豪 但是他们就是 都是怕有头满意 只要只要能平安回去 其实中间无论经历过什么 就算是有了一些什么意外 自己也是真的不后悔的 听到这里 同在故乡却无法回家 陪伴父母的我感同身受 像她这样的队员 在整个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里 还有很多 不知不觉中 他们已经开始承担起了 自己的责任 在故乡翻船 等这次疫情过去了 我们再到湖畔来看 我们一起去看櫻花 到时候我们就不是带着纯照 干嘛见你 你见过我俩吗 没见过他 下次可以看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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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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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